一二三说come on let's go 无其非上不变的宇宙 坐自自有的模型听CGO为您分享 哈喽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这一期的玩玩分享 本期要和各位分享的就是奥迪双赞的超线联名凯能系列新品 彩色透明版本的1比100比例前刀凯能超频模式 与其说是新品其实也仅仅是前刀凯能超频模式零件换成了透明件而已 配置上并没有任何的新东西 这一款模型定价是149元 目前的现货价格要118元 当然了奥迪双赞的定价一直如此 前段时间普通版本的前刀凯能50元就能买下来 日后我个人估计彩涛版本应该会到七八十吧 盒子这一次倒是换成了比较正常的风格 而且这个风贵我个人还是蛮喜欢的 整体的盒子其实是比较薄的 毕竟本身前刀凯能的板件量也没有多少 按照说明书上标注的加起来一共只有14块板件 作为前刀凯能的超频模式 这一款模型在原本透明件的部分给出了金色的金属成银色 其他的部分都是换成了透明件 包括骨架 在配色上其实这个并不符合设定 当然个人感觉也是考虑到 如果这个部分换成了紫色透明件的话 可能整体的层次感就不是特别行了 顺带一提 超频模式零件里边这一些小点并不是灰尘 而是闪粉 超频模式所有的零件都是带有闪粉的 这一点是彩套所没有的 算上这一款模型 奥迪双弹在1比100比例的模型里边 一共是有4款剪刀凯能的 包括基础形态 强化形态 超频模式 彩色透明版本的超频模式 我这个强化形态因为有点年头了 所以主体已经是已经氧化了 只不过当年强化形态是以配件包的形式发售的 并且奥迪双弹日后也是有再版强化形态的消息 但是是以其能凯能 加上配件包的套装形式发售 我记得展会的定价应该是在149元 估计现货也差不多100元就能拿下来 毕竟是透明件 所以我们简单来看一下奥迪双弹的透明件质量到底如何 有一说一 整款模型的透明件的通透度还是相当的不错的 并且这个粉色的质感是非常好的 这一款模型整体的透明件属于那种比较软的材质 不会是那种比较脆的透明件 一剪就咔嚓咔嚓蹦出来的那种感觉 对前面的伤害相对来说 我个人感觉可能会轻一些 有点像在剪软胶一样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款透明件的荧光效果 用紫光灯照一下的话 其实是能看到一些微弱的效果的 但是我不知道为啥 我这个拍这里的效果一点也不明显 难道我买错紫光灯了 功率太大了 话说我这个紫光灯插一会 它这个热度就好热呀 买都假的了 因为材质的问题 这一款模型整体的组合度还是比较顺畅的 但是这一款模型的问题 首先头部天线部分安装会弹出来 并且后方的零件也会弹出来 这个地方必须用胶水进行加固 头部处理好之后 脖子部分的球形关节也是有问题的 头部安装之后会出现一个回弹的效果 这里边我个人建议打磨一些球形关节 或者塞纸增加摩擦力 也能解决这个问题 手部针对武器的握持也会弹出来 其他形态的前头卡能在手部握持卡子上是比较紧实的 彩色透明版本的这个确实不太行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小腿部分挂载的立场件的 件面安装是比较紧的 各位在插拔的时候还是需要注意一下 至于这一款模型的可动 毕竟还是2013年发售的前头卡能的模具换色 所以整体的可动性并不是特别好 而且在之前我们做过前头卡能的评测视频里边 也是有提到的这些问题 可动关节和装甲会有一个明显的干涉 导致掉件并且膝盖这个地方的活动过程 是百分之百会掉的很麻烦 武器的配件方面 只有一把枪以及两个立场件特有件的 综合来说 这一款彩透版本的前头卡能超频模式 其实是优秀的 再次握度以及透明件的质量方面确实比较不错 但是该有的问题还是存在 加上本质上就是前头卡能换色 我个人还是希望能出一些新的东西 奥迪双弹在今年能够出起卡能系列 对我个人来说还是比较兴奋的 也是再版了很多模型 现在1比100系列的还差 灭供 红叶达萨克 坎普 格斗型坎普 后继型坎普没有再版了 新品目前也只有这个彩透版本的前头卡能 以及马上发售的涂装版本 新风卡能和红叶达萨克 这两个定价都是249元 等掉价就完了 也正好是看看奥迪双弹的漆面 到底能做成什么样 加上后续也许会上架的 套装版本前头卡能强化形态 其实算下来 今年卡能的新品就只有SD吕布达萨克 在万代和国产厂家 已经把SD三国正玩烂的时候 奥迪双钻也要来分一杯羹 有一说一你这个计划 真不好说 何必呢 奥迪双弹你是真的不知道你自己的贴纸有多拉呀 至于当时展会上唯一的新品 前头卡能 这个我完全不知道是什么形态的形态 重点是剧中根本没有出现过这个形态 到现在也还只是一个灰模的状态 而且看这个主体 估计还是沿用的普通版本前头卡能的主体 另外 魔动空间的凯能四号机诺莫 至今没有一点消息 虽然之前流出了一些完成的图片 但是我更希望看到的是官方能够发出来明确的消息 而不是你们自己本身随便放出来的图片 其实各位也能看出来 我对凯能是非常喜欢的 也是非常期待的 我在写这一期文案的时候 也是充满了激情 充满了对凯能未来的向往 但是这个文案真的是越写越心寒 根本看不到一丁点的希望 希望明年卡能能够更好吧 那么本期的视频到这里 已经全部结束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